大家好,我是旭哥,我是旭哥,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航海海上紛爭,或是叫做最高懸賞力 好,哇,這隻T0神角納梅啊,可以免費入手啦,可以入手非常多隻啊 非常詳細的方法,旭哥非常給大家,因為這隻角色非常的香啊 最香最色的納梅,新世界納梅,這個奶實在太大了 進入了新世界奶就直接膨脹了,通膨 喔,然後技能組也非常強勢,等一下旭哥會給大家解析一下的技能組還有實戰 還有這個詳細的拿法,這隻角色非常的強,有吸怒啊,有很強力的輸出 那還有這遊戲最多的禮包馬,還有隱藏版的虛號,這隻角色真的不要錯過啊 聲勢們趕快衝起來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那旭哥來講這個很多隻啊,T0神角的新世界納梅,這隻算是隱藏版的神角 這個普通轉蛋是抽不到的,但是現在可以抽到了,各位觀眾在這個限時活動這邊 透過呢右邊這個心願招募啊,這個限定轉蛋就可以抽到了,哇 新世界納梅可以抽到,而且他還算好抽 他需要的轉蛋次數比較少 我們看一下,像白鬍子這邊也可以抽到這個嘛,就是屬性 這個四皇屬性的白鬍子 這個T0神角的話他需要比較多抽 他需要像在78抽,他有保底抽嘛,但是呢 納梅的保底次數就少蠻多,直接少了30次啊 所以是說你只要每天抽的話可以抽到好多隻啊 因為我們一天可以抽20次嘛,所以每天一直抽的話可以抽到很多隻 哇,而且很性感啊 這個奶還會晃 T0神角的納梅呢,就可以透過我們最新的心願招募 來獲得 這邊有四皇的白鬍子,還有技術性的納梅 那大家記得喔,這個轉蛋池一般的是抽不到的 一定要在這種特殊的活動才可以抽到 那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獲得納梅啊 旭哥等一下來講一下 好,那我們到這個夥伴招募 就是轉蛋的介面 然後點到最下面的陣營招募 陣營招募點下來之後呢 最右下角一個夥伴自幻 夥伴自幻這邊呢,我們也可以把技術性的角色呢 轉換成納梅,有機會 你自幻的話他就有機會會變成納梅 所以你可以把你不要技術性的角色呢 透過這個方式來變成納梅 那我每次抽一次陣營招募 他就會給我們這個陣營轉換幣這樣 就是透過抽陣營招募可以獲得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方式來拿到納梅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要透過 這個夥伴自幻 不過這個機會呢 要看運氣,有些人一次就換了好幾隻 那有些人換很久還換不到 那這邊你也可以換到一些你想要的角色 比如說像是雷神 雷神旭哥之前就透過這個換了一隻還兩隻這樣 那每個屬性都可以換嘛 像是你想要換這個敏捷的 你想要換鷹眼的話也可以透過這個敏屬性的去換 就是他同一個屬性會變成另一隻同一個屬性的 而且不會是同一隻 所以我用這一隻卡巴吉 我一定不會再換到卡巴吉 我會換到其他隻 所以有可能是納梅 有可能是雷神 有可能是女帝 所以都有可能技術性的角色 這隻T雷神角娜美 除了奶很大之外呢 他還大特色 就是他可以減少對方怒氣質 他有吸怒的效果 然後有這個強力的AOE輸出 我們看一下 雷丁之子天后 他的這個輸出呢 可以達到720%一個大範圍的AOE 然後還可以這個降低對方的這個怒氣 25%的機會可以降低對方怒氣 那魔法天后棒就是增加攻擊80% 那生命增加40% 因為他主要是攻擊輸出嘛 所以他的核心 他的攻擊就會增加比較多 那坦的話呢 就是生命增加比較多 看他角色的定位 接下來他的一般技能雷霆 雷霆也是很好用 他的一般技能呢 可以造成目標 最多到達150%的傷害 而且呢 他有這個降低對方 可以吸收對方最多 呃40點的怒氣 然後還有這個彈射 所以這個雷霆這個技能是可以彈射 那彈射的話 每次傷害還有吸收怒氣 還要再提高25% 所以最多彈兩次應該可以到200%的傷害 而且怒氣呢 可以再吸收更多這樣 好幾時的怒氣 可以吸收起來 最後呢 雷電充能這個 這個虛哥覺得這蠻省的 就是開場直接怒氣加200 這個直接讓他可以放大招 那放大招 又可以降低對方怒氣 還有AOE輸出 所以這娜美呢 算是T0好用的隱藏版神角 好那我們看一下娜美的實戰 來娜美的大招 一個很大範圍的AOE輸出 有沒有 是墊下去 然後他這個怒氣呢 就會減少 這個非常好用 而且輸出能力很強啊 只要呢 能夠讓他一直在遠距離輸出啊 對方基本上是 很像瓮中憋這樣 帶載的羔羊那種感覺啊 直接在那邊秒掉 太神了 所以虛哥非常推薦啊 你假如這一次呢 心願招募呢 不知道抽什麼角色的話 推薦娜美啊 提點是怎樣 而且他比白鬍子還好抽 白鬍子是很強啦 但是比較難抽啊 那娜美的保底沒有那麼多 又可以透過夥伴置換來換到 算是蠻省的 而且重點是奶很香啊 這個才是重點啊 好 這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實戰非常的香 哦 這個奶很晃啊 讚讚讚 好 雖然輸給大媽 大媽的奶實在太大了 但是虛哥還是比較喜歡這個size 比較OK啦 好 所以最新的T0神角 這隱藏版的娜美的 新世界這個可以抽到了 所以這個最新的攻略福利啊 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搶先把它抽起來 把他養到12星吧 衝吧各位紳士們 最多組的禮包馬總整理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左上角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左下角的服務 接下來點這個兌換碼 那在畫面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馬了 那我們輸入這個 LU CKY 666 接下來按確定 哦這個有紫色浮石之選 欸爽啊 賺 137 CVW 685 接下來按這個確認 這個哦6個轉彈券 500經果還有10個碳寶券 欸爽啊 還取力 然後777 接下來按確認 好這個哦不錯 磨粉 欸加減用 接下來是這個 H1E 然後888 接下來按確認 好這個是經驗值 好那接下來出入這個 H1E 然後666 按確認 這個是招募券 爽啊 VIP 然後666 接下來按確定 這個有5個碳寶券 這個有5個碳寶券 好那注意哦這個禮包馬呢 都是就是總整理 所以大家不要問說新的還是舊的就是總整理 所有的新的舊的都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是這個VIP777 按確認 哦這個不錯有磨粉 接下來是這個VIP 然後888 接下來確認 哦這個不錯有金幣加上經驗值 A8SQ0J3686 加按確定 這個有6個轉彈券 500金果 還有這個10的碳寶券 爽啊這個福利不錯 5GCQBKM687 接下來按確認 這個哇轉彈券 金果 很多金果 還有磨粉 哇這個金果很多啊 爽 接下來 輸入這個893 QMY0688 接下來按確認 哇一樣大量的金果轉彈券 還有磨粉 爽啊 NT6B1 DB692 接下來按確認 那這個有哇 10個轉彈券 400金果 還有啊 高級碳寶券 爽 WEN3P7 J6A7 按確認 這個很爽啊 哇 直接拿這個 魯夫猿王啊 超爽 猿王魯夫 免費拿 帥啊 也可以免費拿 好 哇這個真的不錯 好那接下來 這個 W43RYNC W43RYNC 6A1 6A1 按確認 這個200個 磨粉 FUK8 DGY 6AF 接下來按確認 這個很神哦 直接可以拿這個鷹眼哦 超神的 這個T0神角直接拿 超爽 直接拿一隻鷹眼 好那接下來是 XL DR4 DU689 按確認 這個是隱藏版的序號 這個有轉彈券然後經果 還有資源 這個隱藏版哦 這個算是獨家的 接下來是這個 KHZ GV2068A KHZ GV2068A 那這個有 金幣 轉彈券還有 500個重駐石 這個也是隱藏版的序號 接下來是這個 PMKTBG168B 這個有6個 就是金幣的2小時 高級招募券還有重駐石 也是一樣隱藏版的序號 非常多啊 跟著旭哥最爽的福利 接下來是這個 NM XK7JV68C 也現在按確認 這個一樣隱藏版有金幣 大量的金幣 重駐石 還有探保券 好那接下來 這個 BMP L9R568D BMP L9R568D 馬鈴又難唸 哈哈哈哈 好按確認 這個 金幣 然後重駐石 還有大量的探保券 巴馬都在這邊了 包含這個 OP666 然後史上最多的都在這邊 還有這個 NAMI 666 然後 ZORO 666 然後 AN 0802 再來是 AMM 0801 還有這個 UU 0730 接下來是 RPJX KD 5678 然後 BB 0729 再來是 LL 0825 0805 再來是 PSH9 KT 0691 那接下來是 QL7W69 A6 AB 再來是 WEN3P 7J6AC 再來是 ACF 20VG 6AD